韩长使和杜丽的孩子都死了, 楚夫人打错了如意算盘, 对嬴政不得不说, 臣妾不小心, 贪儿滑掉了, 请大王降罪。 嬴政安慰楚夫人说, 罢了, 滑胎也不是你想要的。 敏夫人对公孙丽说, 上回妹妹要调查韩长使之死, 我想知道妹妹这段时间以来, 究竟调查得怎么样了? 公孙丽说, 她已经知道是谁害死了韩长使了, 敏夫人听了吓了疑跳, 问公孙丽是谁。 敏夫人找来李斯商量对策, 李斯问敏夫人, 刚才她的话是何用意? 敏夫人干脆把话说白了, 她说丽夫人爱着太多人的路, 若是大人想重新赢回大王的信任, 也是有方法的, 本宫也可以助你一笔之力, 不过大人要先站在我们这边才行, 说着看了看身边的赵高。